如今说到相声演员苗富 想必很多人并不陌生 因为他长期以来得到了众多主流相声大咖的大力支持 尤其是得到了相声表演艺术家江坤的高度认可 他还是著名相声艺术家施盛杰的义子 由他领衔的相声社团青曲社 近些年不管是知名度还是经营规模方面 也都确实得到了长足发展 青曲社是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一个相声社团 成立于2007年 社团名称蕴含青云直上曲故情长的意思 主要成员为相声演员苗富王生 2019年对于青曲社来说 是值得记忆的一年 这一年他们和西安曲艺团合并成立了全国首家 公司合营的相声团体 这意味着青曲社有了更多的演出资源 要知道成为体制内演员是很多艺人一辈子的梦想 包括25年前的郭德纲 苗富作为中青年相声演员代表 也频频亮相各大相声艺术研讨会 为此在很多人眼中 他就是中国主流相声未来的接班人 前途不可限量 但就在近日有媒体报道称 青曲社相声江湖大雁塔店员工 集体维权讨要工资 还附上了现场视频 视频中有员工拉出了条幅 上写苗富原匪 取乐胜公司还员工血汗钱 据当事人透露 从8月份开始 公司以共患难为由 让全体员工克服困难 强制休假不发工资 后续无故辞退多位员工 其中很多员工经常加班 没有加班费 另外还发现 除去员工讨要工资外 人群中还有来讨要工程款的 就在青曲社相声江湖门口 员工拉起横幅 要求苗富等人还员工血汗钱 其实很多网友看到这则消息 无不惊叹 因为曾经风光无限的青曲社 怎么会混到这份田地 反观青曲社班主苗富 针对此事一直保持沉默 并未做出公开回应 反之 他还通过其个人微博 高调宣布新店开业 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 其实看到相声界如今这一幕 很多人并不感到意外 因为尤其是疫情发生以来 很多中小相声剧场 不堪经营压力 纷纷关门倒闭 除了一些体制内相声团体以外 民营相声团体能存活下来的 确实不多 但在疫情期间 苗富曾高调宣布员工休息 工资照发 如今再看 着实有些打脸 反观相声界最具实力的德云社 他们的日子 确实也不怎么好过 因为曾彻底远离广告代言的郭德纲 如今为了维持社团运营 也接连完成不少广告代言 不仅有食品类的广告代言 还有如今备受争议的游戏代言 但总体来说 德云社维持日常运营 还是没有问题的 通过河南水灾期间 德云社捐款捐物达800多万元来看 他们的实力依然非常强劲 由此也可以看出 一直备受圈内争议的德云社模式 优势惊险 因为长期以来 德云社一直采用分店加商演的演出模式 但却遭到了众多同行的抵制 因为在他们看来 这无异于是跟自己抢饭碗 严重威胁到了地方相声同行的利益 但是郭德纲一直以来 坚持认为只有市场才能检验一个相声演员的成功与否 只有商演 他是不会骗人的 也正是在这样的发展模式指导下 德云社近些年发展迅猛 分店是越开越多 徒弟们也是越来越红 赚钱也是越来越多 反观 一直秉持传统的西安清取社 一直立足本土 并未采取对外加盟扩张的经营模式 客观来说 在发展初期 这样的模式有它的优势 但不适合长远发展 表面看来 清取社开不出工资是因为疫情 但根本原因是盲目扩张 却又缺少良将 清取社能够叫得上名号来的好演员 不超过五个 让这几个人去面对那么多的分社 后果可想而知 只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去演出 所以清取社倒下了 但这对于他们来说 未必是坏事 今后的重点 还是应该放在挖掘好演员上 至于开分店一试 还是暂时搁浅一下吧 只有充分的市场竞争 才会筛选出真正优秀的东西 顾不自封 搞团团活活 有百害 无一利 因为市场是无情的 almond